4月7日 没有价值的公司迟早会献出原型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耶稣受难日所以大部分的股市都休市 台股今天的成交量也量收 一部分也是因为总统接见国外的议员 政治面上有一点不确定性 全球股市大部分的都休市的话 那代表很多外资群都放假 台股今天成交1756亿 上涨25点 红海成交11539张 下跌0.5元 不过红海中偏空的外资群及主力 今天也是很努力的偏空 让红海的股价走势呈现比较弱的走势 在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 短线客自然也不会进到里面去当冲 正所谓有成交量才能决胜负 如果没有成交量的话 自己买进,自己卖出 最终单纯就是爽到政府及券商 既然今天红海没有成交量 今天第一段的红海筹码面就大致地跳过 影片长度也会比较短 影片第二部分来看一下投机股的下场 我常和大家说 中长线价值投资靠的是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其中基本面及产业面是决定公司的基准点 我之所以近七年选的股票都不败 那是因为我以基本面及产业面为底 最终时间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 而且我可以看得出公司股价是否委屈 我挑股票时会看下面时面向 获利稳定性 获利有续航力 连续且稳定的股息 股价不能距离静止太远 据竞争力 最好还要有未来的题材 大股本 高市值 公司提供透明的资讯 董事长有执行力及有诚信 当符合这些面向时 最终时间一定就是我的朋友 只要我看得上眼的公司 几年后股价一定是会高过我当初看上的价位 而且一定也是能领到多年的股息以降低成本 反观我和大家说很危险的公司 就算可以撑三个月 半年甚至一年 把时间拉长到两年 三年 这些公司一定是会现出原型的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很相信我的价值投资法呢 那是因为他们见证了我近七年挑的股票的结果 就如我说的 近七年我所有看上的股票 七年后 你就是赚多赚少而已 表现一定是可以打败九成以上的短线投机客 股市中有价值的公司不少 但是要让我看得上的 必须是有价值 而且股价还要委屈 这种公司在台股中就会是少数 我看上的股票 最终都会演变成外资群大战散户 因为很多投资者会一直买进这档公司 我说过 当平均够多的散户买了 代表平均够多的外资群及主力卖了 当外资群及主力卖了股票后 他们一定就是拼尽全力贯杀及打压的 如果你挑到的公司没有很好的基本面及产业面位底 长期下来 你真的是很难打赢外资群及主力 以鸿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 只要是眼睛没有瞎 有一点点功力的人都看得出来很好 但那些所谓的专业外资机构 却可以每天一副鸿海挖了他们祖坟式的打压 一切说穿了 就是散户买了他们手上的股票 他们会透过一切的手段让里面的散户认输 但我挑到的股票就是符合中长线价值股市要素 单纯靠时间就能稳赢 所以单纯用时间就能和那些外资群及主力对抗 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对鸿海没有兴趣 那他们就不会在鸿海中这样一直打压及灌杀了 影片第二段中 我举了美德一 太金宝 高端 外资群及主力根本就不会在里面玩了 就放给散户们在里面自生自灭 他们只要再去找新的标的就行了 那外资群及主力为什么不去找鸿海以外新的标的就好了呢 因为鸿海是台湾第二大权之股 一年能稳赚资产的10% 比台股平均报酬率5%高 这么好的标的 外资群及主力怎么舍得放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静静地看外资群及主力在鸿海中装逼 他们每天就是在里面高卖低买 一直见卖手上的股票 他们越是这样买来卖去 就会赔越多钱 而且会把手上有价值的股票一直见卖给散户 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鸿海的股价就已经在静止下了 一年能赚资产的10% 你觉得外资群主力怎么可能打得赢 你每持有一年就赚资产的10% 他们只要敢让鸿海一直维持目前的股价 每隔一年 他们要付出很可观的买来卖去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而且每过一年 他们就要以低于净值的10%卖出手上持股 时间越久 他们要越见卖 要是这样过了15年 鸿海净值200元 一年赚20元 他们还要在那以100元把鸿海股票卖出 你光想就知道时间对他们绝对不利 每过一年 他们就越显得是傻瓜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产险业资本市足率又严重不足 又要开始去增资了 这一点我去年6月时就和大家说过了 不怕归不怕 但之后就会是反映在获利 股息上 接下来看一个外资群及主力买完后的例子 以鸿海达近三年的获利一直在衰退 结果因为三大法人近9个月买了英业达7%的持股 我说过 三大法人买超 等于就是散户卖超 当很多散户卖了后 外资群及主力就拼命的一直拉抬股价 他们无视英业达获利连续三年的衰退 这就是外资群 绝对不需要怀疑他们的见 最后看一下面板报价 因为鸿海旗下有夏普 当面板业获利大增时 夏普也会赚钱 虽然夏普列在鸿海的业外关联企业 不过也是有影响十几亿到几十亿的水准 近期面板报价回升 这会让第二季夏普获利渴望回稳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全球股市因耶稣受难日大部分休市 二 没有价值的公司迟早会献出原形 三 四 产险业被点名资本严重不足需再增资 今天台股成交1760.79亿 上涨25.73点 涨幅0.16% 收在15836.5点 贵买指数上涨0.83点 涨幅0.39% 收在213.02点 电子上涨0.08点 涨幅0.01% 收在751.61点 金融上涨0.59点 涨幅0.04% 收在1533.28点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2.58亿 投信卖超台股0.4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12.73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24.91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301口 期货流仓多单9911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11976口 美元对台股依旧在1比30.38元左右 之前我说过 30.5元左右的美元 这种价格就是要高不高 要低不低 目前的美元定存利率还维持在高档 所以差不多美元汇率就是会在1比30元附近整理 看一下美元汇率走势 一根K线代表一个月 近两个月美元对台币就是在1比30.5元上下整理 目前Fed预估可能今年会再升一次席 不过我个人觉得一样 是是接下来全球通货膨胀的情况 Fed把利率维持在高档的话 这样会减少一堆人把钱借出来投机 当市场投机气氛便比较淡 价格自然就会下跌 去年我说房价高档到了 道理就是在于Fed在回收资金 台湾央行目前也是有在升息 现在买方及卖方预期差很多 一些卖方觉得价格要高一点 买方就使出懒得理你大法 我只能说 台湾的房价真的是很不健全 不像股市这样动不动会下跌个三成 也就是6000点 让一些无知的散户在下跌的过程中出局 在台湾炒房的人 他们吃准交易不容易 而且没有每一分每一秒的报价软体 所以投机客比较不容易失心疯 现在就是在那硬撑 有一些房仲或建商知道现在是下跌趋势 就会把气氛往空方带 毕竟如果都没有人要成交 他们就准备喝西北风了 之前还有一些很天真的人 说营件成本 工人成本都在那了 不可能会赔钱卖 这种人真的就是好傻好天真 这也反映了在台湾房市中无知的人太多 如果成本就在那 就不可能降价 那请问一下很多卖手机赔钱的 卖水泥赔钱的 卖钢铁赔钱的 卖面板赔钱的 卖记忆体赔钱的 那些都是白痴吗 所谓健全的市场就是有可能赚 当然也有可能赔 总不能赚的时候你发大财 赔的时候你和我说一句成本就在那 天底下没有这种事 未来房市如果和股市一样健全 就会让一些投资客 投机客尝一下什么叫断头 什么叫跳楼 不然现在房市的人都好傻好天真 把台湾的房市带到夸张的地步 上一个美国股市交易日 道琼上涨2.57点 涨幅0.01% 收在33,485.29点 S和P500上涨14.64点 涨幅0.36% 收在4,105.02点 纳斯达克上涨91.1点 涨幅0.76% 收在12,087.96点 费城半导体下跌14.21点 跌幅0.46% 收在3,071.77点 今天沪深300上涨26.64点 涨幅0.65% 收在4,123.28点 日经225指数上涨45.68点 涨幅0.17% 收在27,518.31点 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18点 涨幅1.27% 收在2490.41点 上市成交金额排行前5名 第一名的是美食 上涨1.3% 成交62.68亿 第二名的是创意 上涨0.93% 成交52.54亿 第三名的是台积电 上涨0.19% 成交45.36亿 第四名的是长荣 上涨3.48% 成交41.42亿 第五名的是华福 下跌2.07% 成交41.03亿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665张 第二名的是永丰金 买了223张 第三名的是康和 买了186张 买第四名的是统一基隆 买了175张 第五名是中信托新 买了168张 买第一名的富邦 买了1016张 买第二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953张 买第三名的是美龄 买了689张 买第四名是瑞银 卖了550张 卖第五名的是统一张画 卖了317张 今天天空的富邦 高盛 美龄及瑞银还是很尽责的打压 昨天清朝而出 今天力道比较弱一些 近期有政治因素 总统接见国外的议员 短线的不确定太大 而且如果中国有什么动作的话 这对短线偏多的投机客相对不利 这几天就让偏空的短线客臭屁个几天 看他们什么时候力道变弱 今天鸿海成交11914张 外资群卖超3277张 三大法人卖超3210张 下跌0.5元 股价收在103元 大盘今天的成交量也仅有1760亿 应该是受到蔡总统与麦卡锡会面 市场观望6日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 还有全球很多股市因为耶稣受难日放假一天 一般来说 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 短线客也不容易进场上下其手 而且今天是星期五 一般短线客也不喜欢选在星期五出售 如果大家有观察鸿海中的短线客 你就会知道他们很喜欢使用融资 他们会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当冲 然后留一部分隔日冲 当留仓时 就会发觉融资余额上升 如果在星期五短线进出的话 如果失败 这样会多被收两天的利息 既然成交量这么小 那筹码面就没啥意义 今天就不再筹码面折磨了 之前我一直在念的美德一级太金爆 我说这种股票只要主力出完货后 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剩下散户在那自相残杀 一般散户就是想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不然就是低买高卖好轻松 最终股价就会打回原形 每一根K线是一个月 大家看一下美德一级太金爆 是不是回到像之前那样没有量 也没有价的情况了 这就是我之前常说的 短线投机客在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时 他们可以选一棵树 一棵石头 一张画 一棵鸡蛋 反正不论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在里面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主力开始会在底部把筹码都买得差不多 后面就开始炒股价 一般散户看到股价一直涨 一直涨 他们就会受不了的进场去买 大家看到美德一级太金宝在高点跌下来后前几个月 还是会有上影线 这就是主力还没有出完货 故意利用散户的锚定效应向上拉抬的 后面出完货后 接下来股价就是缓跌 直到最后就是回到梅梁 梅价的原形 差不多股价就是打回净值的八折 之前我在美德一股价61元时说这种股价仅值个8到10元 我相信很多人那时不信 两年后 你会发觉原来我能看到两年以后的事 其实也不是我多神 单纯就是我知道这种没有价值的公司 只要短线炒完后 最终就是会被打回原形 近7年我看上的个股 7年过去了 除了每年都会发很多的股息外 每一档公司的股价都比我看上10的高 这就是懂基本面 产业面的威力 我说过 短线股价会被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法人心里面 散户心里面 自我心里面 纪律 资金配置 等因素影响 但时间只要一拉长 最终还是会回归基本面及产业面的 这也是为什么时间总是能证明我是正确的 再来看之前我也常在念的高端 这种获利八字还没一瞥的 一堆人就以什么疫苗做了股价会上看1000元 一般讨论区还有一个什么高端症 几千个人在那说自己爱国 觉得高端很有价值 最终股价还是被打回了原形 这时会有人说 A大这是结果论 如果高端疫苗要是成功的卖到全世界 那高端获利一定是不得了的 当你会心存侥幸说这种话时 你注定就是股市中的输家 别人拿一个大饼画给你看 你就敢以417元的价格去买一间净值仅有15元 过去都没有获利的公司 就算政府买了500万计 好不容易赚了6.65元 结果一年后公司还是赔的差不多了 当你接受这样的情况 代表就是风险你来冒 获利别人先拿走 今天高端有成功 失败的几率 结果你花了417元买了高端 当高端真的成功了 他也要花10年 20年把净值和股价之间的差距赚回来 如果高端失败了 那股价和净值之间的400元 就是你来支付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如果你常常在股市中都是风险你来冒 获利别人先拿走 你就算活得过初一 你也不容易活过15 最近高端股价被打回原型后 接着一堆弊案就开始出现 政府也是很聪明 反正一些人炒作赚了钱后 政府再去查 这样才能让他们缴回犯罪所得 那些买了高端赔钱的 我是不信你可以去向政府要求赔偿 以下是最近的新闻 高端内线交易案 真结疫苗审查委员刘苍武夫妻遭起诉 凯吉松山哥 单日下单近1500张高端 北简列操纵股价最真字案被告 当初在一般讨论区有高端症 每个人都被洗脑说爱国 高端的股本本来就不大 加上一堆人被洗脑爱国 所以不会卖 这就让一些主力可以在里面上下其售 可以透过几亿元的买卖影响股价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不要以为高端股价417元 就代表里面的人都赚到钱了 单纯就是买417元 即卖417元的人有影响 买417元的人 他的钱不是高端害他赔的 而是卖他417元的人赚走的 那些人当初就在一般讨论区中吹的 高端一副会飞逝的 差不多就和美得一情况差不多 现在高端一样就是打回原型了 想要回本 只能等孙子帮你报仇了 新闻说台湾股民最爱的高配息股出炉 今年到目前为止有11档个股 现金殖利率突破10% 排名第一的长荣 以4月7日收盘价来计算 现金殖利率更是高达44.3% 每年的6月至9月 是台股的除全席旺季 投资人只要在除全席日的前一天 买进股票或持有股票 都可以参与除全席 领取现金鼓励或股票鼓励 根据统计 目前现金殖利率高于10%的 基优股共11档 且其中有5档都来自航运族群 分别是长荣 阳明 台华投控 中飞航 以及惠阳 KY A大回答 对ETF券商来说 上面列的就是高股息个股 一堆景气循环股 而且ETF之前买这些高股息股票 使股价在天上 现在股价跌到股底了 中间的差价就只能是高股息的人父 最搞笑的是是 领了高股息 还要缴一大堆所得税及二代健保 以长荣来说 当初高股息ETF买进后 还是减资6成10的股价 买到150到200元之间 现在减资后股价一直在160元附近整理 现在长荣要配出70元 等于就是把你买进的价格有近一半当股息配还给你 如果你买的量够多 薪资够高 所得税及二代健保是会缴到怀疑人生的 我就当你拿1600万买了100张长荣 这次配股息70元 等于配回来700万 以缴税及距来看 56万以内税率5% 56到126万之间税率12% 126万到252万税率20% 252到472万税率30% 470万以上税率40% 你每年不要报任何人抚养的话 免税额约42.3万 你会有一大堆需要缴40% 如果你选择单一税率28% 等于自己的本金被扣掉了三成 因为你还要缴2.1%的二代健保 这也是目前很多大户 中石户不敢去买长荣的主因 未来除完息后 也许会有人买 但现在中石户 大户买长荣的话 等于就是盘子了 你以为ETF的经理人会帮你考虑这些吗 反正他们就去市场上找高股息的个股 按股利率挑下来 剩下的就是你家的事了 他们每年爽收0.5%到1%的管理费 当选到的个股没有高股息时 他们就会透过调整持股的名义 让自己券商部分再赚一次手续费 一般投资者每年该拿到的报酬率 就在这过程中背领风险的拿走一部分了 政府 券商都拿得很开心 你也觉得自己买了高股息很开心 有时愚蠢真的也是一种幸福 那天还有人来和我说 我就是蠢 就是嫩 就是肺 就是弱 就是懒 所以我买高股息 这样觉得自己很开心 很幸福 想要这样存下去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开心就行了 我单纯就是让大部分的人了解问题在哪 想怎么做 自己好好的动动脑吧 新闻说 产险业推房一险至今已赔付超过2669亿 虽然大型产险业已完成增资1125亿 有5家产险业被点名 资本市足率严重不足 但一家已过关 剩下的4家正在规划新一轮增资 根据保险业公开资讯 去年有6家保险业资本市足率 RBC低于200% 产险就占了5家 分别是新安东京海上 和泰产 中信产 富邦产与赵峰产 金管会保险局官员直言 这5家通通都属于资本严重不足等级 但赵峰产险2月完成60亿元现增以达标 其余举新安东京海上产险来说 虽然去年增资280亿元 今年增资80亿元 但RBC还是不到200% 还得增资 官员直言 以保险法来看 禁止未复数 若不增资孔有被接管的可能性 但目前有4家产险都在规划新一轮增资 但在半年报之前 将RBC拉到200%以上 内部程序都在进行中 除了RBC 金管会自2020年4月起 禁止比代表一家公司清场能力合格与否的标准 医保险法 若连续二期 即6月 12月 低于3% 就是资本不足 低于3%产 寿险有8家 赵峰产 新安东京海上 和泰产 中信产就占了其中4家 A大回答 去年我就说过 受险业会赔到今年4到5月之间 在赔的过程中 股东及散户可能仅是不害怕了 但不代表问题解决了 投资者不害怕时 了不起就是股价不会再探底 但最终这些产险业还是需要增资 这样就会把股本变大 影响到未来的获利 另一个比较直接会影响的就是股息 过去很多人在存金融股 以为金融股很安全 最近美国 欧洲 中国发生银行有倒闭的疑虑 你就会知道银行股不是什么绝对安全的个股 这些银行股使用的杠杆极大 尤其是在Fed降息时 一些银行业如果赚很多的 那你就要担心在Fed升息时 他们会赔很多 台湾很多银行及产险业之所以没有发生问题 那是政府也愿意改变规则让他们喘一口气 反正钱不够的话 就像股东增资 只要发行比市价还低的股票 一大堆散户就会去抽股票 这样银行业就能筹到足够的资金 但那些抽股票的人 单纯基为了赚差价 假设玉山金20元给你抽 拿到股票后 玉山金股价不论是25元 24元 23元 22元 那些抽到股票的人还是会卖 反正抽股票为的就是赚差价 这样就会造成股价下跌 多了新的股票出来后 未来获利就会被稀释 相对的股息也会变少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很多人不推金融股存股 改推高股息ETF存股 不然就是主题是ETF 这种理财商品就是更搞笑 金融股只是一两年获利不好 这些ETF则是每年要一直吸你 0.5%到1%的管理费 你持有越久 ETF券商吸越多 新闻说 睽違21年 因业打股价重现 33字头 因业打股价3月上涨2成 4月第一交易日多头欲罢不能 盘中再涨于4个百分点 33字头的股价创2002年4月以来新高 因业打日前法说 经营阶层看好第二季之后 渴望逐迹回温 各产品线全年维持笔电 伺服器 智慧装置等三大产品线业务 都将成长得展望 也预告未来二横线三年车载 医疗 5G应用等新兴事业将以每年两倍的速度成长 A大回答 近9个月以来 三大法人买超音业达24.6万张 股价从23元涨到33元 大家看音业达的获利也没什么增加 2019年赚1.54元 2020年赚2.1元 2021年赚1.82元 2022年赚1.71元 明明近三年获利衰退 结果股价创22年来新高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就在于三大法人近9个月买了24.6万张 占了音业达股本的6.85%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所谓的三大法人就是不包含散户 三大法人买了24.6万张 代表散户卖了24.6万张 一旦主力买了股票后 哪怕公司获利衰退 他们也是敢一直拉台 这也是很多散户觉得 为什么自己卖了股价就涨 自己买了股价就跌 因为大部分的散户就是在平均中 只要平均散户卖的够多 代表三大法人买的平均够多 股票都在主力手上 他们自然就是用力的拉台 哪怕获利衰退 主力还是照样拉台给你看 看到这儿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股市中短线这么容易赔钱了 因为有这些坏心眼的主力们 如果你不是基于稳赢的立场和他们称 他们可以透过筹码面 消息面 技术面 心里面玩死你 这些主力就是这么坏 所以你想要赢他们 一定就是要买到有价值的公司 用时间和他们称 为什么要强调有价值呢 因为如果你买到高端 美德一 泰金宝这类的公司 主力把货到给散户后 他们就去炒别党的 生计这么多 在炒美德一级泰金宝时 谁听过高端啊 当在炒高端时 谁听过北极星啊 反正生计标的一大堆 如果股票都落在散户手上 反正这些生计股也不赚钱 主力也不会想要从散户手上 把股票拿回来 所以买这些生计股 你只要和主力称 你就是必死无疑 因为这些生计股 大部分都是不会赚钱的 你持有不赚钱的公司 把钱一直放里面 我是不懂你有啥底气和外资群 主力称 新闻说 严调机构及邦科技6日公布 4月上旬面板报价 中大尺寸电视面板不仅延续涨势 且拉出惊人涨幅 主流规格报价最高涨幅较前期大涨于一成 其余规格也全面静扬 为群创 友达第二季营运开启好兆头 A大回答 之前有注意面板的报价 之所以会注意面板的报价 原因在于鸿海业外关联企业子公司夏浦 近两年友达及群创因为面板报价大赔 夏浦也因为旗下有面板事业而大赔 对鸿海来说 夏浦虽然不是本业 但影响的获利也是有十几到几十亿等级的 所以夏浦获利只要回问 鸿海业外的关联企业就会赚钱 不过就算鸿海业外关联企业赔钱 其他利益及损失也赔钱 鸿海整体的业外也很难赔钱 毕竟鸿海资产很大 光钱存银行利息 租金及欠银行利息相减 每一季都会稳赚50到60亿 鸿海旗下关联企业也是由一堆很有竞争力的公司组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 你要看鸿海整体的竞争力 你要从本业及业外一起看 有一些订单虽然毛利率低 盈利率也低 但因收款及应付款的时间差之间 钱还是能去买一些人民币短天期赚钱 鸿海的竞争力是整个本业及业外加起来的 所以想要鸿海赔钱 那难度是很高的 之前COVID-19刚发生时 鸿海一堆工厂不能生产 还要支付给员工薪水 在这么夸张的情况下 还是能赚0.15元 然后下一季鸿海的获利就整个回稳了 来到1.65元 今年在Fan升息 利率维持在高利率 会造成经济衰退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鸿海获利的表现 正常来说 今年鸿海应该是要赚10.5到11元之间 我个人认为 就算经济衰退 鸿海今年的获利还是能很轻易的在10元以上 就算比预期的少赚了0.5到1元 其实真正的影响也不大 毕竟鸿海不像高端 美德一 太金报 北极星这类公司 获利别人先拿走 风险你来单 对鸿海的股东来说 一年就算少赚个0.5到1元 在股价方面也没啥好修正的 现在鸿海的股价已经夸张到往理想的情况前进 就是净值多少 获利多少 股价就增加多少 如果整个台股都像鸿海这么理想 那现在的指数差不多就仅会有7880点左右 台积电就回去113元 当台积电赚40元 下一年台积电就变153元 每一季股价多10元 记得一件事 没有人会蠢到把一间能一年赚资产10%的公司 以禁止卖你 现在单纯就是有一些鬼打墙的外资群在里面做怪罢了 这些外资群极主力 迟早都是会死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走 United esure 咬管车的拍摇 拿祝你们热情来 虎百 Campe 虎百 Campe 山费山费山费 加油